又有这个所谓中国巴菲特之称的段永平 就说之前已经透露过他 其实有闹过腾讯 说再一点再买 他也有贯着他的说法 他也说近日又再买了腾讯 今次再加上就买了亚里 那怎么看呢? 其实对于亚里 腾讯可能很多人都很惯注 那个股价是否托得住呢? 我认为大家看这些科技股 或者这两只龙头 这一刻问报不报处 或者买不买呢? 我认为要首先问清楚自己 究竟这个策略是怎样的 如果说说一句 如果在短线的操作 其实就特别在早几段 是跌进去而跌过短线操作的话 你记得到其实再穿位 一定是要先走的 这个我认为是短炒的 大家都会知道 看图和穿位就要考虑走个人因素 但如果不是在短线操作 你可能早一两个月入场也好 或者这一刻你想入场也好 你真的以一个很长线的角度去持续 那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始终以腾讯 如果以这些位置 四百多元便宜一点 计算它现在的市值 大概就是那个压度 和它本身手上的资产 或者你加上那些之前的投资 那些压度的市值去计算 其实现在的现价 比它本身实在的价值来说 是有少了折扬 即是便宜一点点 所以如果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 其实吸引性是慢慢有在的 但是这个真的要 给耐性去持续等 因为始终 其实政策的东西 什么时候没有阴霾 什么时候能够走 其实是很难说的 所以短期来说 如果还有政策困扰 有否有两个消息的话 其实股价的波动性是会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要分清楚 自己究竟是短炒 还是中长线去持续 我想会先有不同的策略 我来知道 第一次的观点 我们可以订阅一下 んな观点 我们看观点 是并 Music 还不见 我们看观点 你 我看观点 大家 吃 你 吃 没有 饭